關於臺上與一旁外國親友 舉起手機自拍 這是副總統蕭美琴的媽媽 Peggy Cooley 身穿一襲黃色外套 參與女兒的光榮時刻 另一邊作者的是蕭美琴的妹妹 蕭美瑟 蕭媽媽來自美國 但與臺灣源源很深 這一張甜蜜合照 記錄著蕭美琴父母的甜蜜往事 蕭美琴媽媽出身旺族 為愛遠駕臺灣 跟丈夫蕭青芬定居臺南 取了一個本土名子 求比喻 為了入境隨俗 甚至煉舊了一口流利臺語 求比喻臺語進步神速 很快能上菜市場買菜 和攤販聊天 蕭青芬就曾稱讚妻子 物語很低 愛無惜物 在親友眼中 她也是有愛心的牧師娘 媽媽用同一塊布料 她自己做 她自己就穿 做一條褲子 那我就是做一條這個嬰兒穿的連身裝 那就是母女裝 母女倆感情好 留下不少合照 蕭美琴媽媽精通音樂 在臺南神學院附設幼兒園 交小朋友風情慕敵 慕琴 美食教育風格 培養出蕭美琴 獨立自主和自律性格 我們除了親戚朋友 還有所有的在美國的台灣人 都是非常的為她驕傲 很慶幸說她能夠真正為台灣發聲 希望她能夠成為兩岸和平的一個很好的使者 蕭美琴的表姐從美國加州返台 家人姑姑姑丈也卸身觀禮 一家團結做蕭美琴的堅強後盾 三線新聞高官是蕭陽明 台北視頻報導